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是 網路賺錢或網路行銷專用的網站 那其實我準備這種網站 已經很久了 其實打從我體會到 這個概念之後 大概到現在已經有半年了 那其實我自己本來是要做給自己用的 但是因為後來我 就是台灣轉售前第一站我要整個大幅度更新 畢竟整體來講我後來覺得我已經有 自己的網站了 那也做得OK 所以呢我後來就決定覺得 好像蠻多人都還不清楚要 就是自己駕站的 可是呢你知道嗎像如果你是用 自己駕站的 就是用Wordpress自己駕站的話 那你會面臨到一些問題就是 那我要選什麼樣的主題 那我要用什麼樣的功能 然後呢才適合在做網路行銷或網路賺錢上 這樣子 反正就是我從經驗上發現其實 呃除了 有一部分的人他們並沒有自己的網站之外 我發現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即使他有自己的網站 他也不知道在裡頭應該要放些什麼東西 或者是 呃這個網站應該要什麼樣的功能 所以呢我其實斷斷續續 我已經準備了 整整準備了大概 兩三個月的時間才終於 把今天這個計畫完成 OK 那 所以呃 我今天主要就是要談這個 但是在開始之前啊 我還是要先 自我介紹一下 OK 那怕有一些朋友還 呃 可能剛加入的電子吧 還不是很認識我 其實我就是 呃我叫董正龍齁 就是我本身是 中央大學的素研所畢業啦 所以我以前啊 到現在我都還是在教 還是有在教數學 所以我以前啊大部分都在補習班教 然後後來也有 畢業之後也有到專科去教過 然後 到後來啊 我比較著重在那個家教啦 所以我 在 南區這邊 算是 時薪蠻高的 都因為都破千嘛 然後 在家教老師這樣子 原則上 因為我賺錢的原則就是 呃如果要做 就做報酬高一點的 對 時薪高一點的 這樣子 那 那我 其實還有很多的興趣啦 所以 我後來就是 網路行銷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我就是在想 其實 我應該要針對一個主題 然後這個主題 最後我就發現說 其實大部分的人 在網路上 想要賺錢 可是都沒有自己的產品 所以我才成立 轉售權的這樣子的網站 可以讓你呢 有一些產品可以拿去轉賣 這樣子 OK 然後那但是我本身其實我平常 平常除了家教啊 我其實花了不少時間去那個 去學校 我 像我在南區 我其實已經去過 可能 三十幾間學校了 OK 可能是 國小 國中 高中 然後學校不是都有那個 反讀的演講嗎 然後人權等等的 然後其實我每週 通常都至少會有一場兩場 這樣子 那講著講著就講出興趣來了 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 在學校演講 一方面也可以 打好我自己的公共關係 然後另一方面是我平常 我也蠻喜歡跟學生 分享一些我自己學到的東西 OK 然後另外我其實也 一直長期 都是 兼職的翻譯員 所以我英文其實 英文數學 都不錯這樣子 OK 所以我自我介紹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 那第一個啊 我想要談的 就是直接就進入重點了 也不囉嗦 為什麼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晚戰 如果你是認真的話 那 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 哪有很多名人啊 在無名啊 什麼 都還不是用那個免費的部落格 但是呢 我跟你講實在話的 如果你去問他們 呃 要他們再重新選擇一次的話 他們會不會想要用 用自己的晚戰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像我曾經也有過 我 一開始嘛 一開始拿懂什麼網路行銷 然後 當然就是用免費的部落格 然後呢 然後經營經營之後 然後發現 唉唷 部落格 還做出一點成績來了 OK 然後 開始也有流量了 那搜尋引擎 呃 SEO 就是搜尋引擎最佳話語 做得不錯 然後最後你才發現說 哇 我想要 我應該要有自己的晚戰才對 不然就會被這個 免費的 就是像雅虎啊 或者是 無名啊 這種 就是 這種免費的部落格的 供應商 裡頭的一些限制 給限制住 然後可是 到那個時候 你就已經來不及了 後悔都來不及了 所以只好繼續用 我現在其實 還是有晚戰是 像我那個 最主要就是 家教招生的晚戰 就是 你基本上只要打 那個數學家教 然後首頁 首頁就會找到 我那個晚戰 但是那個晚戰 並不是我自己的 那可是 因為那個晚戰排名最好 然後 我曾經也想過 我要自己再加一個晚戰 然後可是 我自己家的晚戰 排名都沒有辦法 再超越 那一個 我以前已經辛苦 經營過的晚戰 所以我只好 繼續用了 OK 那那個晚戰每一年 我要付出 將近四千塊 然後下去使用它的服務 所以 有很多東西 呃 我們不會想太遠 你知道嗎 特別是 你一開始可能 還抱持了一些 懷疑的態度說 欸 網路賺錢有可能嗎 還是什麼的 你可能就不會想說 我還要自己花錢 都還沒有賺到錢 但是 我跟你講 真的就是一個人的視野 會決定 呃 他未來走的會有多遠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 我會比較建議你 如果你自己覺得 呃 你有這個決心 然後 想要在網路行銷 或網路賺錢 或者是 不管你什麼稱呼 想要在家工作 或者是 能夠擺脫 國外的台詞 就是 擺脫早九晚五的 上班生活 這樣子 那我都會建議你 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晚戰 有自己的晚戰有優點 但是也有缺點 那最好的缺點呢 我想一想大概就四個 第一個就是 你有百分之百的主導權 像很多免費的部落格 像匹克邦啊 什麼的 其實你會發現 有一些人啊 他想要做聯盟行銷 也就是說 去推廣一些 呃 別人的產品 然後賺取獎益金 然後呢 然後可能是 推廣通路網的 產品 然後他們就 可能成立了 好幾十個 匹克邦 因為免費了嘛 然後呢 上架了一大堆 那個推廣的 文章 但是呢 匹克邦呢 就偏偏的一直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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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他們的 部落格給關閉 為什麼 因為這些免費的供應商 他原則上都有規定 你不可以在 在上頭 做一些商業性的行為 OK 那這樣子的話 人家都規定就是這樣子了 那你又要應跟人家的 規矩 規矩 點倒挑戰 基本上我不幹這種事啦 就像在Facebook裡頭 他規定 你每一個人 就只能有一個Facebook帳號 但是 但是 當然有軟體是幫你拼命開帳號的啊 對啊 那也是一種行銷方法 但是我本身不玩 破壞別人遊戲規則的事情 所以Facebook呢 如果是這樣子講 我就這樣子做 因為這樣子 你才有辦法長期來講 是做的比較成功 然後Facebook也才 才不會被你這樣子 惹得很火 知道意思齁 所以 第一個就是 你會有百分之百的主導權 所以你要在上面 打什麼廣告 隨便你 然後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要建立個人品牌 這個 自己的網站當然是最明顯 在國外啊 那些很知名的人 他們就是直接 網址就是打自己的英文名字啊 像我啊 我曾經 打 我的英文名字 Eric Dong 可是打下去 竟然被人家搶走了 我也沒辦法 我註冊不到 註冊 就註冊不到 這個網址 但是如果 你要成立 你要打你個人的品牌的話 你可以就把你的名字 就當網址這樣買下來 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 你當然可以銷售東西 不然賣自己的 還是推廣別人的 然後這個真的是你 希望長久經營的人 才使用的 OK 好 然後 那 下一個主題啊 就是 我所謂的完美啦 不敢說真的完美啦 就是完美的網路行銷 晚站 最起碼要哪些功能 因為我們其實看過很多商戶型的晚站 可能什麼 大公司的晚站 其實齁 你觀察夠多 你會發現 他們都有一些共通的要素 然後後來我把它整理之後發現 對 這些要素真的是一個完整的 你說完美也好 完整也好的 晚站應該要有的 例如說 每一個晚站都應該要有 關於我的介紹 就是如果你是個人的話 那如果你是公司的話 那關於公司簡介一定要有 也就是這晚站到底是在幹嘛的 因為呢 我跟你講實在話 國外的網路行銷已經發現了 絕大部分呢 這種個人晚站呢 通常啊 被點擊最多次數的 頁面 除了首頁之外 就是關於我 就是晚站介紹 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這個頁面會是 通常是第二多人要點擊的 觀看的 原因很簡單 就是人家對你的晚站 要是稍微有那麼一點點興趣 他就會很想要了解 那這個晚站 到底是誰 假的 到底是誰 創的 就好像大家回憶一下 如果你對 你第一次來到台湘傳說前 第一站的時候 然後你看一看 逛逛 然後你突然覺得 這個東西還 蠻有趣的 那你下一個衝動 我跟你講 就是要找關於我 來看一下 到底是哪個傢伙 然後加速這個晚站 所以這是人性啊 所以呢 在關於我的這一頁 是有必要的 而且這一頁 如果你能夠把它優化的好的話 例如說 在這一頁裡頭 你放一個 電子報訂閱的表單 就能夠大大增加你的 電子報訂閱的客戶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門學問 就是你要怎麼去寫 關於我 這個東西 那大家如果看我的簡介 就會發現 我的簡介 比一般的站長 都還要來得清楚 而且 隆藏 這就是我決定 因為我決定 把他寫了一清二楚 這樣大家 就不會 對於我是誰 有任何的 不清楚的地方 因為說實在話 你真要了解我 很簡單啊 全世界叫董正龍 這個名字 就只有我而已 所以你上網 搜尋董正龍 我所有的痕跡 我說 因為我 因為我主要 我主要就是透過 因為我大部分的那個 學生的家長啊 都是透過網路找到我的 所以我一定都是留真名 而且也一定都是留真實的手機 或是聯絡方式 所以 要找我其實非常簡單 OK 所以我以前我就發現說 我之前成立了一個部落格 然後它的流量裡頭 竟然搜尋啊 搜尋啊 搜尋 我的名字 找到我 的部落格的人 還是佔大多數 OK 所以不少人已經聽過我名字 才搜尋我 才搜尋到我的網站 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的網站 如果有產品的話 或者是 你有提供什麼服務的話 這當然是要 這當然是要秀出來 給別人看 OK 然後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 有在賣你的產品的話 你當然就要有 購物車啊 跟金流啊 收付款的機制 這個都是標準的 商務型網站 一定會有的 那如果你自己 有在賣東西的話 你當然就是要 客服啊 也就是售後服務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客服裡頭包含啊 一個叫抱怨處理的 你要讓人家 可以去檢舉一些東西 最好啦 就是 這樣子的話 你才會有機會 去改善你的網站 就像我 我客服大部分 目前都自己做 說實在的話 我是想要外包 給別人做 但是現在 還在準備中 那 其實我自己在 跟大家 互動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也是提了 就是發現我 很多網站上的小毛病啊 或是大毛病啊 然後就來跟我反應 然後我通常都會 就是很快就把它處理好 那也會給我一些 不錯的建議 就像 呃 之前有人跟我講說 欸我的網站東西 太多了 那 要找 就是 剛進來我網站的人 根本就 不是很清楚 我這網站的重點在哪裡 所以呢 這就衍生出來一個叫 新手 上路 的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台灣轉收前第一站 就有這個啊 就新手上路啊 就是你剛進到我的網站 那你還不熟 這網站到底在幹嘛呢 那你就點 新手 那個專區 你就看到我把整個 網站的精髓 全部都放在那上面 那個網頁也是要弄很久 我整理我 說我過去 PO在這網站上 還有放在YouTube頻道的影片 的精髓 把它全部集中在那一頁 然後呢 那一頁包含這網站介紹 OK 所以客服是有必要的 然後 如果你是 呃 有在賣東西的話 通常你就會有會員的功能 那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在國外啊 所有商務型的網站啊 原則上他們 90%以上 都有聯盟行銷的功能 換句話說 就是有轉介紹的機制 也就是說 你希望別人 能夠去推廣你的產品 然後你給他 一定比例的推廣獎金 可是在國內啊 很少很少的 企業 有這樣子的機制 這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 不是說不對啦 而是不完美 因為呢 你有產品的 你的產品很好之後 那 你的顧客 當然也會 想要替你推廣嘛 那這時候如果你提供一個聯盟行銷機制的話 你會很容易的就 替你的網站拉近 持續的拉近 很多的流量 也就是說 他們會再介紹其他人 來你的網站 來觀看 那這也是要 這也是造成你的網站 能夠自動 不斷的運轉下去 的一個重點 就是聯盟行銷 就是轉介紹的機制 不然啊 你的網站流量 永遠都要靠你自己製造 OK 所以啊 我這一次在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的改版裡頭 我 我終於 第一次啊 史上第一次我提供到 75%的推廣獎金 這個你在華人世界 就不會看到這麼高的 而且我還有五個產品 提供給你百分之來 推廣獎金 根本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去賣 我根本沒有賺這樣子 那 我為什麼要做這樣子 這是因為我定位上的原因 因為 我希望以後 這個網站可以自動運轉 然後我可以 只著重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那對台灣轉售權第一站來講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去找產品 然後去跟人家談合作 然後去把產品上架 因為呢 我的網站現在 的產品 雖然也不能算少 但是其實也不多 所以呢 我覺得我初期都還是著重在 尋找不錯的產品 然後把它上架到我的網站上來 OK 所以我只希望我的網站 就是我 我個人花時間是花在這上面 那什麼流量啊 各方面啊 我都希望可以 用越少的時間 做越好 所以我才願意把 這個推廣獎金 這一次 拉高 那麼高 OK 然後最後一個 其實很多網站 是漏掉這一個 就是 客戶的見證 跟回饋 因為當你啊 有在賣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會累積一些客戶 那好的客戶啊 如果你沒有給他留下見證的話 除非他們事後 自己主動 就是在他們的網站上 替你宣傳 或說你好話 不然啊 人家不知道你 你這個東西有多好 大部分 比較聰明的一些 公司 或商務型的網站 他們會在首頁上 就放上顧客見證 特別是那些 呃 如果是大戶的話 那種 就是重量級客戶的話 的見證 或是名人的推薦 這樣子 他們都會放在上面 因為這個東西啊 就是 別人講的 比較準 比你自己講的 還要來的好 這樣子 所以啊 我也是在前一陣子之後 我發現這個很重要 然後呢 我就 開始 有在收集這個見證 所以這基本上 這六個功能啊 是我覺得一個 呃 理想的 網路行銷型態的網站 應該要有的 換句話說 我個人是覺得啦 你遲早需要 有你自己的產品去買 然後最好 你也有你自己的聯盟行銷功能 這樣子你才有可能 能夠真的打造 一個比較 呃 能夠賺錢的網站 這樣子 OK 好 所以啊 我這邊啊 就想要 呃 讓大家來看一下 我這一次 在台灣轉售前 第一站 我所做的 變更到底是 怎樣 其實我剛剛 在講那些功能的時候 都扯到 我這一次的那個 晚站 因為 那我 這邊就直接 秀出來 就是 我的晚站的首頁 這是上頭嘛 如果你點進去過 你就會發現 上頭是這樣 然後你仔細看一下 我的 網站的編排 我們其實看過很多 網站幾千次幾萬次 可是 跟你講 怎麼樣子去編排這個選單 這上頭這個選單 其實是一個學問 欸 我後來發現 不能亂排 而且我看了很多很多 晚站好像有一定的規律 然後我就下去思索 欸 好像還真的應該要這樣子排 大家來看一下我現在是怎麼排 由左到右 你會發現 大部分的網站 關於我就是排到最左邊 為什麼 為什麼 人的眼睛 竟然你這個網站 就是從左上角這邊開始看 所以 關於我這個頁面 其實 如果你把它排在左上角 就是最重要的頁面 那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 這個頁面是 幾乎是最多人點擊的頁面 OK 然後再來 你會發現 我就把新手專區 就擺在這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一個人剛進來我的晚站 他還不熟我的晚站是什麼 那 我把它排第二個 就是 讓他可能看完關於我是誰 然後他就想要 他就可以直接點這個新手專區 然後接下來我就放產品 對 介紹完 我是誰 我的晚站在幹嘛的 那我就 提供什麼產品給他 那 有買產品的人呢 產品部門後面 接的就是客服部門 這是很合理的訊息喔 產品嘛 然後有任何產品的問題 或者是售後服務 或是品質上面的問題 或是下載連結 也沒辦法下載到 都是交給客服 所以我這一次的更新 特別弄了一個客服的部門 雖然這邊 目前點進去還沒有太多東西 但是慢慢慢慢 我會把它充實起來 然後之後有專人來 替我處理這樣子 然後呢 你產品 有客服之後呢 你一定要有聯盟行銷 這樣子就是 這一區就是給 那些已經是你的顧客 或是想要替你推廣的人看的 然後再來在部落格的時候 就是一個官方的介紹 就是最新的消息 然後還有這個見證 就是顧客的見證 那提案是 我這網站比較特別嘛 因為我最近提供 就是如果你有你自己的資訊型的產品 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有實體的產品 然後來跟我談說 都不能上架到我的網站上 由我來替他賣 答案是不行的 因為 轉售權的概念 並不適用於實體的產品 我這網站的主題是很明確的 他就是 原則上就是提供有轉售權的產品 但有一些產品是沒有轉售權的 但是都是鎖定在資訊型的產品 你總不能說 要我幫你賣口香糖 然後 然後你口香糖 還可以拿來轉售 沒辦法 口香糖吃完就沒了 你要怎麼拿來轉售 沒辦法 所以第一個啊 實體產品是絕對沒有辦法 上架到這個網站上 然後第二個 不是你的產品 也不能上架到這個網站上 你不能來跟我談 說我現在正在推廣別人的產品 那請問一下我可以上架到你網站上嗎 你是推廣別人的產品 如果是那個產品的主人來跟我談合作 那我還ok 但是你在做聯盟行銷 那放到我網站上來替你賣 那不是叫我替你做聯盟行銷嗎 那為什麼我不自己做就好 懂我的意思齁 所以這兩種提案目前都不會接受 但是呢 我也是覺得 我為什麼要提供這個東西 一方面也是要解決呢 我 一個人單獨去找產品 商家產品的速度 也 不快 然後第二個呢 我覺得啦 大家這其實是一個酸飲的策略 因為我其實已經有既定的讀者群 那 那 如果你 就是 也有你自己的電子書啊 或者是自己的產品 或者是剛做出來 你也是比較就是可能是 你第一個產品這樣子 那 或者是一個影片課程 什麼都ok 那只要我覺得是適當的 然後品質也不差 那大家其實就可以透過我的平台 然後呢 我會替你就是宣傳你的產品 然後呢 大家利潤在共享 對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因為在台灣啊 還 很少很少很少 很少 有 這種平台可以呢 讓你去上架你的產品 然後有 這個網站來替你推廣 基本上 幾乎沒有啦 像通路網這一種 它只有規定你要 你是公司才行 而且你的 什麼什麼 營業額要 什麼什麼 要百萬 什麼 資本的要百萬還是什麼 就是它有一些限制 就是讓我們一般 從事個人網賺的人 是根本就沒有機會 上架產品到他們 的網站上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我想得到的一個雙贏的策略 可以讓 可以讓我們兩個 就是 你也 你說實在話啦 就是即使你的產品沒有賣得很好 但是知名度也出來了 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是 我目前這一波的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那個 的 的重點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啊 那個網頁下面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 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專業 還蠻漂亮的 這個 就是這個畫面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再往下 你就會看到光於我 我就是把它寫在這裡 然後再往下 你就會看到見證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安排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別人看完光於我 就讓他看一下別人 其他人對我的觀感 然後這樣子 可以比較容易建立一些信任感 然後再來 我再提供我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 特色的介紹 然後最後呢 就是在擺 那個部落格 的文章 OK 所以 原則上是這樣子啦 我現在先把那個 畫面 調回來 所以 呃 所以我們現在啊 就是要來正式來談一下 這一場演講的重點 其實我 廢話沒有 沒有說 說很多 OK 這一場的重點其實 就是這一個 我推薦呢 大家做的 晚站就是評論站 什麼叫評論站 它 呃 這個 基本上顧名思義就是呢 你能夠呢 呃 等一下 我先把它放大一下 好 評論站呢 就是你鎖定一個主題 一個內容 一個所謂的 立基市場 一個小市場 然後呢 你去針對它做評論 去寫一些 使用心得 所謂的評論 就是 你個人觀感 你使用的心得 你產品的 你對那些產品的評價 那 在國外啊 國內外都一樣 有很多這種評論站 這種評論站通常都是 可以拿來推廣別人的產品 也就是 可以拿來做聯盟行銷 我 現在就舉一些 呃 在國內 還有國外比較知名的評論站 然後呢 再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東西啊 到底可以怎麼樣 只來跟網路賺錢 或網路行銷來做搭配 最常見的 其實我看到 能夠賺很多錢的評論站 就是這一種 就是 虛擬主機 廠商的評論站 你這個 你隨便去網路上 搜尋那個虛擬主機 你都會發現 哇 一大堆那個 不是除了虛擬主機 本身的公司之外 就是一大堆評論站 為什麼這個虛擬主機的評論站 這麼多 其實在台灣 在華人市場 可能還不是很多 在國外就 多得要命 然後而且 你會發現他主打的 像這個 他是美國主機 評測網 評測網 這跟評論站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在美國啊 你透過他的虛擬主機 就是你介紹一個人啊 然後去買他的虛擬主機的服務 他們通常呢 你介紹一個人 他是給你65塊美金 也就是將近 兩千塊 大概一千九百塊台幣 的推廣獎金 就一次而已啦 一次就給你快兩千塊 這樣子 我們用兩千塊來算 然後 這筆錢其實是蠻大的喔 如果你仔細想的話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之前啊 每一次呢 那個 美國有兩千 就是我個人也在使用的 一間叫HosterMonster 一間叫HosterGator 只要他有特價 我都會 打出來 就是跟 通知大家說 欸 那如果你透過我推廣連結 購買這間虛擬主機 我會替你免費安裝 中文的 Wordpress網站 OK 那為什麼我要使用 為什麼我要免費替你安裝 因為第一個 我替你安裝 我懂的人 並不會花很多時間 但是呢 我要的就是 這兩千塊的推廣獎金 那 那實際成效是怎樣 我記得我有一次在推廣的時候 大概有快十個人購買 所以你知道嗎 當我收到那個推廣獎金 是快兩萬塊進來 大概一萬八千多啦 對 然後所以 欸那個也是一筆錢耶 可是在台灣啊 卻很少很少很少 有在從事網路賺錢的人 在走這個市場 這是一個市場耶 這個市場是最適合用評論站來做 那也適合 就是因為你每推廣書一筆 你就 可以賺到快兩千塊 這相當於你自己有一個快兩千塊的 產品 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我為什麼要推薦評論站的一個原因 因為它 可以很適合來做這個虛擬主機的推廣 那當然 我現在會介紹一些idea給你 一些想法給你 但是呢 你自己 要靜下心來 如果你今天要使用評論站的話 你要鎖定在哪個主題 我可以給你一些想法 然後有一些想法我都覺得還不錯 然後呢 所以我會分享給你 但是呢 最終 是你一旦鎖定了 你就是要把 那個關鍵字拿下來 什麼關鍵字 每一個網站都有一個關鍵字啊 像 它這個網站著重的就是要 美國主機啊 或是美國虛擬主機啊 所以如果任何人搜尋美國虛擬主機 你這網站能不能排名在首頁上 就是一個關鍵 就是決定你這個評論站成功與否的關鍵 OK 這是其中一個啦 OK 然後第二個呢 其實有一個叫愛瓶網 這個網站我會注意到它 是因為它有一次真的是上了報 上了雜誌 專訪 那它網址我附在這邊呢 就是 就在下面這邊 那 他們愛瓶網的整個來龍去脈其實很簡單 原本就是一群台灣人 他也是要在網路上穿 這個就是貨真價值在網路上穿越 他們是以創業觀點來看 然後他們就想說啊 很多人啊 在 很多地方啊 吃 有很多小吃店啊 然後 義大利便啊 然後 什麼 超商啊 然後美食街啊 然後呢 很多人呢 都在找說 欸 去哪裡玩 然後有哪裡有好吃的 然後大家其實都想要看評論 你知道嗎 就是說去過人有沒有什麼想法 然後呢 你想要先看一下人家推不推薦啊 這個就是評論戰的功用 你呢 做成功的話呢 鎖定的主題正確的話 人家呢 一想到 一搜尋說 欸 那個 美食街啊 台中美食街啊 風甲夜市啊 然後 什麼什麼 士林夜市啊 你就做一個士林夜市 評論戰 這樣子 不要 這是開玩笑的啦 重點是 也要你做這個評論戰 後面可以賺到錢 但是 他們呢 一開始就是從 這些地方開始 然後他們去跟每一間商店 去談說 欸 老闆 你願不願意 把你的晚站呢 上架到我們這邊 那由我們來替你做一個評論 然後初期呢 是免費的 然後呢 他們就慢慢的從 食物這邊 一直擴展 你會看到這邊 有美食 有休閒娛樂 有影音 然後有美容化妝 就是慢慢的擴展到 各式各樣 所以他們 越來包越多了 所以任何人啊 希望去找 某一些地方的美食啊 評論都會在這邊找到 那他們的獲利模式 原則上 我沒有仔細觀看 不過原則上應該就是 可能第一個是針對商家 如果他想要上架 然後他想要曝光 然後呢 合作店家 就像這邊寫的 合作店家 然後他想要曝光 還是他想要幹嘛 他們可能會收取一些費用 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一個案例研究啊 就可以讓你看到 這個評論戰 其實也可以做得很成功喔 只要你鎖定好主題的話 然後 做做做做做 做大 然後做到搜尋引擎 親愛你 然後呢 就是 搜尋 你鎖定這個主題呢 你會到首頁 這樣基本上 你還是可以想出一些獲利的模式 獲利模式 我等一下就會分享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些都是台灣的 像這個啊 這個網站啊 你只要上網啊 去搜尋化妝品心得 任何 就是這個網站最多 我上次看好像有1萬多筆喔 還是幾千筆的化妝品相關的使用心得 嚇死人的多 他根本就是在專門推薦那個化妝品的 所以啊 呃 他其實就等於做一個化妝品的評論戰 那這個網站怎麼賺錢 你其實可以去仔細研究 第一個啊 他可以跟一些實體做化妝品的商家來合作啊 說那你的產品上架到我們 不是啊 就是我們替你推廣 那 怎麼分 你要給我多少推廣獎金 懂我意思嗎 只要你有人氣 然後你的評論戰呢 做出一定的規模 然後呢 流量也開始出現 然後 這一方面的 就是人家搜尋呢 化妝品心得 使用心得 還是newskin使用心得 還是什麼的使用心得 然後呢 都會連結到你的網站上 我跟你講你要賺錢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這需要經營 這沒有保證成功 但是呢 我是給你一個方向 評論戰會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OK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就是讓你帶領你去看一些不同的市場 有人竟然也針對化妝品 而且也可以做得很大 你看喔 他這邊 他最上面這邊有一行 使用心得總共有78萬篇 嚇死人 78萬篇使用心得是怎麼寫的 他一定是讓他的會員去po 那個使用心得嘛 所以才有那麼多 然後呢 他竟然 他的商品的資料有50萬筆 換句話說他上架了 他裡頭評論了 合作廠商不知道有多少 總共上架50萬筆商品 嚇死人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規模的網站 OK 然後我們再來看 這個啊 這個網站啊 是我們的樂喀阿德 阿德先生 我雖然個人跟他不熟 但是呢 我發現 他這個網站啊 在Google的PR PR值是4還是5喔 大概這好像是PR5喔 PR5的話 如果你知道 台灣啊 用Wordpress網站架出來的 PR有到5的 手指頭就數出來了 所以啊 他這個是完全就是 按照用Wordpress的網站架出來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啊 都不是用Wordpress的網站架出來 換句話說呢 你如果真的要去做那些網站 你可能需要有 有工程師啊 然後來替你架站 這樣你會花很多錢 這也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 但是 現在這個網站就是 貨真架實 他 可能接觸網路賺錢 可能才一兩年 然後呢 他自己就 也是想出這個想法 他就是使用心得分享 那其實就是一個評論站 那 我印象中 他是跟 可能十幾個女生 或是有一些人合作 然後呢 讓他們可以一起共筆 然後 共同作者 然後上架到這邊來 所以呢 他 他後來 瀏覽的那個心得也是越來越廣放這樣子 但是你會注意到 他其實 他怎麼 盈利的 第一個 他這邊放 上頭這邊放那個 廣告 對 有人點了就會賺錢 然後第二個呢 是 你也可以在他們這邊 談 打付費廣告 因為他們畢竟 有一些 知名度 OK 一定的流量 然後呢 你也可以跟他們提合作提案 OK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啊 是 個人 能夠把它經營好 就是經營一個Wordpress網站 然後在很短的時間 他沒有花幾個月時間 然後呢 就做出成效 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其實就是用 那個 評論站的概念 做起來 我其實在台灣這一兩年看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 Wordpress的Blogger 可以在 幾個月的時間 就把PR值做到4個5 沒有 這個一定是要透過大家的合作 就是 很多人一起來PO 就是來經營這個評論站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文章 的量衝大 然後呢 Google才喜歡你這樣子 之類的 這樣做起來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很經典 成功的案例 這樣子 姑且不論他的收入是多少 但是我覺得這對我們個人來講 他可以做到這樣子就是 滿欣慰的 OK 是有鼓舞的效果 再來這個是國外 數一數二的評論站 他這個評論站就真的大了 這是無所不包啊 他這邊呢 列出來所有可能在美國 你 所有52個州 之類的 一大堆州這樣子 然後呢 他是可以連結到你美國 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地點 任何商家你要提供評論 都OK 青菜裡 這個是無所不包的 那很多人呢 如果要 上網搜尋哪一個店家 然後什麼東西好不好吃啊 然後地點在哪裡啊 全部都會來這邊搜尋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他規模做到非常大的時候 他其實會變成 任何人如果想要 找別人的使用心得的話 然後馬上就會想到 這個網站 到時候那個流量是大到不行 非常可光 所以呢 他就會變成一個所謂的權威晚站 權威晚站呢 是 的概念就是呢 別人呢 在使用者的眼裡呢 你是一個權威 你裡頭呢 講的東西呢 是很可信的 所以呢 因為你是一個權威 所以呢 很多人都會來你這邊看 有很多人會推薦你 那自然你有流量 你可以吸引到人 你自然要獲利 都很簡單 OK 所以呢 這個是國外的 所以 我這邊要總結一下 那這個評論網站 到底能夠做什麼 第一個 你其實可以做聯盟行銷 就是你可以專門鎖定一個 一個產品 或幾個產品 或一個主題 然後呢 就專門 去 發表相關的評論站 這個啊 這種 類型的評論站啊 有時候在國外 就稱為是 聯盟行銷晚站 專門做聯盟行銷晚站 它本質上 跟評論站 有點像 因為專門做聯盟行銷晚站 就是它專門裡頭 講的都是在推廣別人的產品 這樣子 但是 你自己選擇 你要不要這樣子做 我沒有說這樣做一定不行 因為在國外 也是非常多人這樣做 還是你要把它做成說 針對某一個市場 然後某一個 像那個虛擬主機 然後呢 然後有很多人 就是 搜尋的時候會找到 然後 然後呢 你成為他們心目中的權威晚站 權威晚站 就是例如說 人家呢 如果要購買虛擬主機 然後就會想到你的晚站說 喔這個晚站 喔 對虛擬主機的研究好像很透徹 然後很專業 所以 也就是在他心目中 已經變成是一個很可信的來源 是一個權威晚站 那人家就會 比較傾向來 你有晚站來購買 你推薦的產品 這樣子 然後當然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 你也可以打廣告賺錢 然後 當然別忘了 你如果有產品 或是你有 轉售權的產品 都可以放在你的晚站上 自己賣 OK 但是呢 你當然也要有那個 購物車的功能 才賣得出去 對 才能夠收錢 所以這基本上呢 是評論上可以做的四件事情 那他的本身的獲利來源 其實我想一想 有幾個 第一個是付費評論 你自己想想看啊 如果我的晚站啊 現在流量 不少 而且我是化妝品的權威 然後呢 如果呢 今天有一個新的化妝品公司 他們開發一個新的產品 然後呢 那我能不能跟他們收費說 欸 來啊 你 我們替你寫一篇 那個評論 你的產品評論 那一篇 算兩千塊 然後呢 我們就把你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這樣子很多讀者 就會看到 這是可以的喔 付費評論 是可以的喔 國外也有一些平台 是專門 提供給布洛克 寫付費評論 換句話說 布洛克呢 看到他喜歡的產品 或是他覺得OK的產品 他就寫下一篇評論 然後馬上就獲得 報酬 但是在國內沒有這種機制 沒有這種晚站這樣子 但是我講的是 付費評論是可行的 所以舉例來講 例如說你的晚站很大 對不對 那很多人 然後呢 也有都是跟網路行銷有關的 那我也會希望你替我寫一篇 付費評論 就是介紹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然後呢 兩千字這樣子 那我給你 我給你多少 大家再談 因為 你發表出去 等於 唯有力阿 你的讀者看到了 你等於再替我打廣告 OK 這就是所謂付費評論的概念 那當然 另外一個就是透過聯盟行銷來賺錢 不要小看 我剛剛一直在提的那個虛擬主題喔 我看過一個網站 他每個月的收入大概 他也是個人部落客 他每個月收到一百多萬台幣 然後其中六十幾萬 全部都是來自於虛擬主題 也就是將近一半的收入 六十幾萬台幣耶 也就是每個月都有上百人 透過他去購買虛擬主題 你就知道這個多可怕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要評論再來做聯盟行銷 我的建議其實很簡單 你找那種 你找那種 推廣獎金給你很多的嘛 就像為什麼人家要做虛擬主題 因為你推薦一個人 他就給你快兩千塊 這個很多呢 對吧 所以 建議你這樣子 那其實呢 呃 如果你要推台灣轉送人低賺產品 也ok 因為我給你75% 你不會在台灣再找到更高的 更高的推廣獎金 至少我給你五個產品是百分之百啊 你好歹也把這五個產品寫個評論上去 推薦一下 因為賺都是你賺 我根本沒有賺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呃 聯盟行銷如果要做的話 好好建議你找 利潤高的 ok 就這樣子 那如果利潤低的話 那你就是 那個評論站就要做得很大 然後產品 產品就要很多元 這樣子才量衝打 其實有一些人做那個奇謀大聯盟 他們因為 推廣獎金只有2%到3%之類的 所以 可能每個月 銷售 銷售量有幾百萬 可是每個月也只請 才領到一兩萬塊的推廣獎金 ok 所以 看你願不願意做 這麼龐大的評論站 對 那我個人是沒有那個心理去做 然後 你當然可以銷售你自己的產品 然後你也可以賺 廣告費 這樣子 所以這以上啊 就是評論站的種種 的 好處 那 為什麼 我推薦 適合 新手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進來這個領域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你自己的晚站 那你初期你還不是很清楚 你自己 有什麼產品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鎖定一些主題 來做評論 舉例來講 你甚至可以就鎖定 網路行銷這個主題啊 你可以去評鑑 如果你夠有種的話 夠敢講的話 你可以去評論 全台灣你上過網路行銷課程的老師 然後他們的課程 然後你個人對他們的觀點 這樣子呢 之後呢 如果有人 搜尋網路行銷課程 或者是 某某某 董正龍老師 或者是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然後只要任何網路行銷 網路賺錢的晚站 你全部都有評論的話 那 你的晚站就會變成全微晚站 懂我意思嗎 人家就會 如果你的評論寫得好 人家就會覺得 喔你的想法還蠻可信的 那像我啊 你 你寫的評論對我來講就很重要 我要巴結一下你說 欸 那個我要不要給你 替我寫一篇好的付費評論 我 我給你一點錢 我要寫一篇好一點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其實 就是可以鎖定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啊 我覺得即使你想了三天三夜 才想出來 我都覺得很值得 因為有好的起點 然後其實就會決定你未 就是 未來 能夠走得多遠 這樣子 OK 所以啊 我覺得其實 你如果現在 都還沒有一個方向 你還是很適合 從評論站開始啊 因為 你只要再想一下 就是 你只要再鎖定一個主題 然後就可以開始啊 或者是 你純粹就是把你現在 你可能已經有接觸過 某一些老師的 的那個 他們有聯盟行銷 提供聯盟行銷 制度的 然後 那你就可以 做評論這樣子 OK 懂我意思齁 那我這邊 順便分享 因為我今天最後呢 我會讓大家 可以看得到一個機會 是由我 來替你架設好 你的評論站 所以呢 我這邊啊 要先簡單的談一下 評論站的 經營的技巧 這樣子呢 大家日後啊 在看 這一部影片的時候 這個訓練的時候 大家日後擁有自己的評論站的時候 在不時來回顧這幾個重點 你就會 可以經營的好 OK 這些也都是我研究出來 第一個就是 你一定要鎖定好主題 OK 這是剛剛提過了 這個主題呢 一定要有利可圖的 OK 那你要 多快有利可圖 就由你自己來想 你是要做一個很大的評論站 就像愛平網 然後最後呢 才開始有獲利 還是你是要馬上就有獲利呢 然後獲利要高呢 那你就做虛擬主題這一類 推廣獎金高的評論站 OK 然後第二個啊 就是你一定要真誠評論 真誠評論呢 會讓讀者啊 覺得你是真的 你沒有被收買 所以呢 如果你有看到一些優點缺點 都講 好產品也要推薦 壞產品也要寫 這樣人家才會覺得你是可信的 OK 所以你必須冒著得罪別人的風險 但是我們說實在話 爛產品就是爛產品啊 也不用怕得罪這種爛產品的作者 OK 然後再來啊 就是你要寫原創的評論文章 你不要copy別人的啊 然後當成你自己的 原創的 就是你自己寫的 這樣子搜尋你其實是最喜歡的 然後再來你的網站 本身看起來就要夠專業 就是人家一看就覺得 喔這個看起來就不錯 蠻專業的 這個很重要啊 人家對你的網站的第一印象 就像看人的第一印象一樣 然後再來呢 就是你要提供 比你寫評論的那個產品 那產品本身的銷售頁面更多的訊息 很多人呢 在評論一個產品的時候 都只是 copy人家 那個產品銷售頁裡頭的東西 這樣沒有用啊 因為人家 那人家幹嘛來你的網站看你的評論啊 人家就是可能對這個產品的銷售頁 看了然後還是不太確定 那裡頭還要賣什麼葫蘆 在搞什麼東西 他想要知道更多 他才在網路上搜尋 去找這個產品 所以只要你能夠提供的 比產品的銷售頁更多 那當然 最好就是你有使用過購買過那個產品 然後 你當然就自然能夠提供更多的資訊 這時候人家就會覺得 你的資訊是更為可信的 也就是比較有可能透過你的推廣連結購買 然後 使用評論站的一個 優勢 一個小小的技巧就是 當你的網站做到一定的規模的時候 或是你已經有寫過好幾篇的評論站的時候 評論的時候 或是你有累積一定的讀者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可以很大膽的去跟作者要產品的適用 舉例來講 例如說 你是專門評論網路行銷老師的 那 今天我台灣傳說權第一站出了一個新的產品 然後 我也知道你 然後你可以自己寫信給我說 董老師 我想要替你的產品寫一篇評論 推薦文 那你能不能 免費給我一份產品 然後呢 讓我試用一下 然後我來替你寫 那如果我看過你的網站 我發現 你的網站 還不錯 做得還不錯 而且讀者也有一定的人數 那我當然 樂意啊 等我意思 這個在國外叫評論 就是產品適用 他們有一個專屬的英文 有很多人都很喜歡用這一招啊 就是專門去替作者 就直接寫信 然後不買喔 就直接都說 欸 我想要替你推廣你的產品 那能不能給我一份產品適用 很多作者都很令人驚訝喔 就是很多作者都說 欸好啊 那就給你一份 所以這是一個小技巧 你不用買 你也可以免費獲得 你就說我要替你寫一份評論 這樣子 ok 所以這一個 然後再來啊 你最好也可以讓你的讀者留下評論 換句話說 例如說你評價 例如說董正宏老師的課程 然後呢 你給他五顆星 然後呢 那讀者在留言的時候 最好 也能夠順便 給一下幾顆星 例如說滿分五顆星 然後這個讀者可能說 欸三顆星 我覺得還好這樣子 兩顆星我覺得不好 四顆星 欸我覺得他 他的也很好 這樣子啊 人家在去看你的評論的時候 就會更有說服力 因為 不只是你在評論而已 你也有機會讓你的讀者 留下評論 那你這個評論的 可信度就會越高 就越會容易成為 所謂的權威晚戰 這個很重要 但是 一般來講 我們的晚戰 很難做到這樣子的功能啊 所以呢 我這一次也是精心設計 替大家 準備了 準備了這個評論戰 準備了這個評論戰 這個就是我親自做的 我現在給大家這個連結 呃等我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連上去 看一下我做的評論戰 大家可以點擊那個聊天框那邊 這個評論戰啊 的特色 是什麼 我們來導覽一下好了 大家等我一下 我分享一下我的桌面 有的請按個1 就是呢 上面有寫 你正在共享你的螢幕之類的 對這邊有個對話框 有齁 好謝謝 那我現在 要正式 進去我 給大家看的這個 這個評論戰 OK 它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OK 所以大家可以 邊點擊進去 如果你看不到的話 那你看得到的話 你就不用特別點擊進去 那這個評論戰啊 基本上 所有的評論戰啊 在國外 都一定要有一個功能 就是呢 要可以打星星的制度 所以有沒有看到 我每一個產品 我這個 最多都五顆星 能夠要做到 這個星星的制度 這樣子才真的 人家一看 就會知道 這是一個比較專業的評論網站 然後呢 最上頭這邊啊 就是你有一些 就是跑馬燈 就是你最主要 就是推薦的產品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呢 這邊 大家會看得到說 我的首推產品這邊 在右 右邊這一塊 其實這邊都有 我主要推薦的 然後呢 在下面這邊啊 因為我講的 你要讓讀者也能夠 去寫評論嘛 或是去 對你的那個 產品 你推薦的產品 打幾顆星嘛 所以呢 這邊這個區域啊 他會自動放上 讀者票選的 就是 的推薦的產品 啊 這個是你自己推薦的產品 在這一區 是你自己推薦的產品 那在下面是 讀者打星星 綜合起來 那隨著你晚站越大 當然讀者跟你 讀者推薦跟你推薦 會不一樣 OK 然後我這邊特別放了 八個 這個都是我台灣 轉售權第一站的 現有的產品 而且我都已經替你寫好 評論了 那別人有興趣的話 當然就可以點擊完整評論 像我現在點進去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長的就是這樣子 這個啊 就看起來就很專業了 因為第一個 一個很專業的圖 圖案 然後這是產品的售價 也可以顯示出來 然後呢 他的特色 產品的特色 在這邊都可以寫出來 然後你給他幾顆心 然後呢 這是你作者的評價 啊這個是使用者的評價 你看這樣子 就是一個 很完整的評論站 然後這邊寫下你的心得 然後這裡的重點是呢 你這裡寫說 點擊這裡購買 所以呢 當 這裡啊 你可以擺上你的推廣連結 所以呢 當一個人看過 你這邊商品的評論 然後點擊進去的時候 然後 就說我現在點擊進去 他就會直接連結到 我的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的 這個 網站裡頭 OK 所以啊 那如果他購買之後 當然你就有推廣 推廣獎金了 OK 然後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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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press的布景啊 主題 他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在每一篇文章下面 像 大家有沒有看到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像這個小小廣告 這個廣告啊 這個廣告啊 是你可以 自己選擇的 所以呢 例如說 你有一陣子你專門在主推一項產品 那你就可以在每一篇文章下面 放這個產品的 那個廣告 那當然別人點擊的 這些都會 點擊到你的推廣連結 所以這整個網站的設計啊 他本身 就是 專門用來做評論的 他其實看起來很簡單啊 可是 不失專業 因為呢 我其實 為了要準備這一場演講啊 我研究過至少 三四款以上的 這方面的布景主題 也就是說這方面的模板 這個網站的模板 但是呢 其實很難挑 你知道嗎 我中間 我最終呢 我要挑的是呢 這個網站啊 是 也就是說這個布景主題呢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就是這個布景主題 它本身 必須要是知名的廠商提供 因為大家 如果知道的話 就是Wordpress本身 會一直更新 那一直更新的情況之下 如果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布景主題的供應商 他沒有提供售後服務 或沒有提供很好的話 那 你到最後 你這個 你這個網站會掛點 遲早會掛點 所以 我那時候找了好久 最後我終於找到這一款 有比這一款還要好的啦 說實在話 但是呢 沒有比這一款還要穩的 懂我意思嗎 有好的 但是沒有比這一款來得穩 我所謂的穩是 你用它可以用很久 而且它不是只有長的這樣子 它有幾種變化就對了 對 原則上呢 我 到時候會教你 要怎麼樣去修改 所有你眼前看到的東西 你眼前所有看到的東西 99%都可以修改 成你要的樣子 OK 而且不用動到任何程式嘛 這個啊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已經替你上架了很多 我事實上替你上架了三四十 三四十篇文章 那裡頭呢 都是我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曾經發表過的文章 然後我特別有花功夫呢 去替你把其中大概快十幾個啊 十幾個商品的評論呢 都特別做好 就像你在首頁上看到的這八個 OK 所以呢 你呢 如果呢今天 擁有這個網站之後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呢 你要做的有幾件事情啊 那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把這裡頭的連結全部改成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你的推廣連結 為什麼我要設計這個評論站 的目的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知道很多 我自己 晚站的終生會員 因為我們提供終生會員的制度嘛 那但是呢 我發現很多終生會員都還是 沒有自己的部落格 或者是 還是即使有自己的部落格 推廣成效也不是很好 那原因呢 原因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一個自己專屬的評論站 所以呢 我今天呢 為什麼要在台灣轉售權第一站更新之後 然後就 花心力去準備這個評論站 目的就是呢 第一個 我希望呢 你不是從頭開始 什麼意思 就是 我現在如果已經替你架好了 你是不是只要放上你的推廣連結 你就有一個好的開始 我已經替你上傳好一些基本的文章 然後呢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一些比較主要的產品 我也替你把評論都寫好了 當然 我強烈建議你 自己再增加一些內容 OK 自己 天真你自己的心得想法 不要完全照摳 然後原封不動這樣子 然後 但是重點是 我等於呢 是 幫你架設好 這個是以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商品為底 所以呢 那你本身呢 慢慢的再去添加上 你自己的主題的文章 然後開始有流量之後 你自己就可以先賺取 我們給你的75%到100%的推廣獎金 這樣子不是很好嗎 你就一個起點了 你不會說 啊我還要歷經一段很漫長的時間 然後晚站還要慢慢寫評論 還看不到成果 對不對 那我又知道 因為很多的讀者 他其實不太會架自己的晚站 特別是使用Wordpress晚站 那由於我現在又還沒有提供 這方面完整的教學 日後 我是有打算要提供 但是 現階段還沒有 那 所以呢 即使我教了啦 我跟你講實在話人就是這樣子 即使呢 我教你很完整的Wordpress的教學 我即使教你一大堆說 欸你要怎麼去研究這個東西 你要學什麼東西 但是我跟你講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 還是有一些人 他還是沒辦法自己嫁出來 還是會遇到很多問題 甚至他嫁出來一個晚站之後 他還是不知道他要鎖定什麼主題 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這是最後我決定說 與其呢讓你再去思索 還不如我直接替你想 推薦一個 適合你做的晚站 這樣節省你摸索的時間 OK 所以 這個是 我們現在再回到簡報 這是評論站 你想看你可以再多看一點啊 那這個晚站是已經上限中了 OK 所以這個評論站就是這樣子 所以啊我今天啊 其實就是要透過這個機會 除了跟大家分享 這個評論站這個概念 其實你即使今天沒有購買 我給你的一個特別優惠也沒有差 你覺得你自己可以架得出來 這個評論站 然後你自己要自己弄 我都OK 但是我也是想要藉由這個機會 然後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很多人 這個 這個 這個在國外網路行銷的老師都沒有在教的啦 因為這個就是純粹 這不是我從誰身上學的 這是我自己發現的 因為我就是跟讀者互動 然後呢這樣看來看過去 我發現到有這個需求 懂我意思嗎 就是有需求 那我就做成一個產品提供嘛 那 與其讓大家從頭自己做一個 太累了 也不簡單 那還不如我聽你做一個 這基本上就是我的想法 所以啊今天啊我提供的 基本款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那個網站上 的那個 等等那些功能 我還會再仔細講 它有什麼功能 我只賣五千塊而已 我跟你講你真的 真的去 你去搜尋網頁設計 全台灣最便宜的網頁設計也是五千塊 可是那個是最便宜 而且呢 根本也不是網路行銷用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我現在啊 提供的這個價碼呢 你放心好了 絕對是 我有 我經過一番深思熟慮 五千塊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的價碼 OK 而且還是我已經替你把 我台灣轉送員第一站的很多東西 都給你 而且我 不是 像一般的網頁設計公司 說 我替你駕站之後 然後你事後要修改什麼東西 我都收給你 費用 我都還要收你費用 沒有 我提供所有完整的教學 全部中文教學 全部都有教 所以呢 你可以自行的任意去更改 你也不需要 基本上我不太需要做什麼售後服務 因為所有的教學我都放在裡頭 你要任意更改你的網頁 都不需要再透過我 這樣子大家 你開心我也開心這樣子 而且呢 如果你也正想要學習 Wordpress 這樣子的一個 駕站軟體 現在就是時候了 因為 你就會直接擁有一個 所以呢我這邊呢 第一個贈品呢 我提供給你 Wordpress的使用教學 這是我們的 合作夥伴 我們的工程師 孟毅老師 他路過 40分鐘 長達40分鐘的 Wordpress基本教學 你看過基本上 就知道 Wordpress要怎麼操作 怎麼發文 怎麼幹嘛 因為Wordpress本身的介面 都是中文的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關於這個 評論站 這個布景主題的 完整的教學 他教學 他真的功能 你不要小看這個 那一頁看起來沒什麼 其實 我還要錄十幾則影片 你知道意思嗎 他的功能真的還蠻強大 當從首頁上 你沒有辦法看到他的強大性 OK 所以呢我只是 我會提供你完整的教學 你到時候自己看教學 你就知道 這一款布景主題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然後現在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網站啊 都需要知道流量分析 那通常啊 就是我們使用的 都是Google本身的流量分析 也就是說 你只要打Google分析 你就會知道 你就會看到 Google本身有提供所有的站展 對 就是開設一個帳號 然後呢 然後怎麼 然後 你把 一個特定的程式碼 然後貼到你的 網站上 然後 Google就會開始替你統計 呃 你的這個網站的流量 OK 那 我這裡送你的是 這個教學 怎麼樣子創建 這個帳號 Google分析的帳號 還有怎麼樣子呢 把Google帳號呢 在Google分析的裡頭呢 怎樣去提取那個程式碼 然後怎樣整合到你的網站 然後呢 讓你的網站有完整的流量分析的功能 為什麼我要提供給你這個教學 是因為如果你有網站 你不知道你的流量來源 你到底誰是搜尋什麼關鍵事進來 你這網站根本有跟沒有是一樣 根本沒辦法做網路行銷 你要不定時的去查看你的網站的 來源 你要隨時的去查看 你才會清楚說 你哪裡做好 哪裡做的不好 哪裡需要改善 OK 所以呢 我特別花功夫 教你怎麼整合 Google分析 到你的網站上 然後呢 我也提供一款必備的SEO 就是搜尋型最佳化的外掛 的使用教學 然後還有 提供另外一款 因為當你擁有你自己的網站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垃圾性 就是垃圾留言 有一些人用一些機器人 或 或一些軟體 然後自己來你的網站在那邊亂留言 這樣子 那我也會提供給你 這一款防垃圾性的 這個 工具的教學 這樣子 所以這基本上呢 就是你5000塊 所會獲得的 但是還沒結束 我也要讓這個啊 更吸引人一點啊 我最近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Google流量分析啊 它就是會讓你看到 你每一天網站的流量 大家多少人 這樣子 一目瞭然 因為介面都是中文的 所以 我就沒有再提供 它的介面的教學 我只主要提供的是整合 怎麼把Google流量的帳號 整合到你的網站上 這樣子 那原則上 它的介面都中文 你玩一玩你就會滿手了 OK 所以呢 不只這樣子 我還額外呢 直接就送你 8000塊的贈品 哪8000塊 第一個就是 電子報發送 軟體的教學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 你平常 會收到 我 我平常發Email給大家 都是用這一套 Email行銷軟體 就是電子報發送軟體 這個是做網路行銷 必備的工具 OK 那如果你在我的名單 成為我讀者一陣子 你應該會很清楚 我推薦的就是一個叫 GateResponse的服務 那你透過這個服務呢 你才有辦法呢 讓人呢 加入 你的電子報 然後開始真正的收集 你的讀者 名單 然後你的名單的數量 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例如說有500個以上 你的網站基本上 就算是有一個很好的起點 就開始可以 有一些比較大的獲利 OK 所以呢 這個軟體啊 我會教你 它所有的設定 然後呢 以及如何把 你的那個電子報訂閱的表單 整合到 你的網站上 OK 這個啊 價值5000塊 然後第二個啊 就是我會送你啊 完整的 中文的 PLR文章的套組 這個在我台灣轉授權第一站 的售價是3000塊 到現在也是一樣 所謂的PLR就是 呃 我遇 就是它是一些文章 OK 那我呢 在這個套組裡頭 給你50篇我以前寫過文章 然後PLR的意思就是我授權給你 你可以任意去更改這些文章的內容 你可以把你可以宣稱作者是你自己 你甚至呢 如果一開始要收集名單 你不知道要 贈送什麼贈品給你的 讀者 來交換他們 來填寫他們 留下他們的基本資料 你可以把我這50篇文章 整理一下 然後變成一個PDF檔 拿來當整理 你可以 去賣 這50篇文章 因為在這個套組裡頭 我還送你 一個很 一套軟體 一套能夠把中文 中文字 直接轉換成影片 就是那個影片呢 會顯示出中文字來 的軟體 這個軟體 我也提供轉授權給你 這個軟體的好處是呢 你可以把我給你的文章 全部轉換成影片 然後上傳到YouTube 你的YouTube頻道裡頭 然後呢 你就可以拉進來 額外的流量 你在YouTube頻道 那個影片下面 留下你的 網站的網址 這樣子都可以增加你網站的流量 OK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 你可以到 這個產品的介紹頁面去觀看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一個 比較詳細的介紹 OK 那 原則上 我現在先簡單講這個贈品的價值 那為什麼要給你這個贈品 就是希望你有一個好的開始 因為我其實已經 把這50篇的 這50篇文章 預先上傳到我這個評論章 而且已經幫你刪除掉一些不重要的 可能不相關的 我幫你去無存經了 我也幫你改過那些文章 做初步的修改 然後適用在評論上 做這個評論章 所以你可以在我替你修改的前提之下 然後再去把它優化 OK 這8000塊的贈品 都是附在這5000塊 這5000塊的這個 這個網站裡頭 OK 然後但是呢 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需求不太一樣 所以我提供了進階版 進階版跟普通版 最主要的差異有三個 這三個差異很重要 因為呢如果你真的要做到 很專業的網路行銷網站 你的網站需要多三個功能 這三個功能啊 目前市面上很少很少很少老師在教 OK 第一個是你要能夠製作專業的名單擷取頁 什麼叫專業的名單擷取頁 就是呢 當你啊 呃 我秀給大家看好了 基本上就是你希望別人 呃 啊我下面有啦 對 所以我直接使用 使用下面的教育 所謂的名單擷取頁長的就像這樣子 OK 就是呢 它就只有一個頁面 然後這個頁面裡頭呢 原則上就是有一個標題 然後說 填下你的姓名跟Email 然後呢 你就可以立即 加入我們的電子報之後 你就可以立即獲得什麼免費的贈品 這就是所謂的名單擷取頁 但是呢 名單擷取頁的做法有很多種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另外一種名單擷取頁 那在國外呢 目前 國外網路行銷大師呢 他們研究發現呢 成效呢 最好的其中一種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一種 它的背景圖啊 就是一張很漂亮的圖 然後呢 人家來到這個頁面之後呢 什麼也不能做 除了看你的簡介 或看影片介紹之外 然後就是填下你的姓名跟Email 所以啊 你就是在這裡頭提供呢 你必要的資訊 就是 加入我的電子報獲得什麼什麼贈品給你 然後 有興趣的人就會填下他的資料給你 然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跟他好好接你關係 而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名單擷取頁 怎麼做 我都會教你 我會提供給你一個Wordpress的外掛 所謂的外掛就是 就是能夠增強Wordpress這種網站本身的 一些額外的功能 那我會送給你的是名單擷取頁的外掛 還有完整的使用教學 讓你可以做出這個專頁 那 我會推薦給你這個外掛 是因為 原因無它 我所有推薦給你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已經使用過也測試過 曾經有導過流量 到 這樣子的名單擷取頁裡頭 我發現 這樣子的名單擷取頁是 成效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已經 真的花錢測試過了 然後 所以 這款工具我從來都沒有跟任何人分享過 你要自己去國外買 你要國內買不到啦 你只能請工程師替你做而已 你要去國外找 我跟你講你要找很久 因為 這種 這種外掛很少 所以呢 如果你是購買一萬塊版本的 我會送你完整的教學 那 當你有 一個好的名單擷取頁之後 呃 所以你 讓人家可以加入你的名單 電子報的叮戶 你可以累積你的名單 這樣很好 但是還不只 你還需要 有專業的影片模板 什麼叫專業影片模板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台灣轉授權第一站 首頁上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影片模板 是不是長得就像一個ipad 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一個框框 它其實這裡頭的影片是來自youtube的影片 可是如果你直接把youtube看入你的 網站上看起來一點都不專業 所以 要怎樣把這個影片上面呢 看上一個很漂亮的模板 然後讓人家一看就知道 哇這個好專業喔 這個好好看 這個 會大大的增加人家對你網站形象的好感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要評價一個東西 評論一個東西 然後呢 你是用影片的方式來呈現 然後你就使用這樣子專業的模板 人家當然可信度當然就會比較高 人家就會覺得 喔你這個 你這個模板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我跟你講 不只這樣 它提供了十幾樣模板 我很快少過讓大家看一下 還有這種版本 大家看一下都同一支影片 這種版本 你看每支影片的框都不太一樣 這是iPad版 這是另外一種 這是iPhone版 然後這是另外一種 還有很多很多版本 而且現在這個是最屌的 它其實可以 讓你在影片上面 有沒有看到這個 Share on Facebook 任何人如果覺得你這支影片不錯 他可以直接點擊自己 然後分享到他的Facebook帳號 任何人啊 如果覺得你這支影片不錯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YouTube的訂閱頻道 他可以直接點擊這裡 就到你的YouTube頻道 然後訂閱你的YouTube頻道 然後最屌的 這個外掛我最喜歡的一點是 他可以直接把你的訂閱電子報表單 放在影片裡頭 你如果現在去我的台灣轉授權第一站去看 首頁上的那支影片 就是你現在看到 我的設定 我可以設定 你現在呢 這個影片啊 你一旦到我的首頁 然後呢 這個影片會自動播放 然後播放三秒鐘之後 這個加入我的電子報 就會自動閃出來 你可以設定時間 幾秒鐘隨便你 然後呢 那讀者可以繼續看下去 但是呢 這樣子會大大的提升 人家訂閱你電子報的功能 的 的成效 OK 所以這個是這款外掛 這是國外做影片行銷 這是最新的技術了啦 在影片裡頭放上 呃 分享到YouTube連結到 呃 分享到Facebook連結到YouTube 然後放上你的電子報訂閱表單 我跟你講你要在國外找這種工具 非常難找 我也是找了很久 我自己 在台灣轉送前第一站 一直都在用 所以我是 就把我自己有在使用的 分享給你 OK 然後這一款外掛 你自己要買都要一兩千塊 絕對跑不掉 而且你要找還找不太到 而且你買到了 你還要自己學會用 OK 但是現在我全部都提供給你中文的教學 還有這個外掛 我已經替你安裝在那個網站上了 好 然後呢 再來 所以你可以製作出一個很專業的 專業的這個 等一下 很專業的這個影片之後呢 你還有一個東西要做 就是 有時候你 你想要寫你自己的銷售業啊 就是如果你開始賣你自己的產品 甚至你要推廣別人的產品 如果你今天可以製作出一個很專業的銷售業 然後人家一看呢 就覺得說 哇你這一頁是專門在推廣這個產品 或是推薦這個產品 然後在這個銷售業裡頭 你又看錄了 很專業的這個影片模板 就是上面那個工具 那人家就會很有可能會點進去購買 那這個銷售業的製作方法 其實我有一些讀者都有寫信給我 請我看能不能替他們做還是什麼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不太容易啊 但是呢 我最後還是很無私 這個銷售業的製作 這個更難找 我跟你講我這一款工具啊 是當初 這是最新最新的技術 當初我購買之後 它就停止購買了 停止讓人家繼續買 所以現在呢 這款工具啊 我是有買到足夠的授權 只能授權給一些人使用而已 沒有 不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呢 當你呢 透過我這一波的優惠購買之後 你可以做出什麼樣子的 什麼樣子的 專業的銷售業 就是這一個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是我的手繪影片課程 的銷售業 我其實就是用那個外掛做的 就是用這個銷售業的工具做的 你在我手繪影片課程裡頭 看到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從這個外掛本身的功能 所以有沒有看到一開始 這個藍色的背景 看起來就很漂亮 然後呢 再來在下面一點點 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勾勾 還有這些表情符號 表情符號好像不是用這個外掛做的 那個勾勾式 所以它到底可以幫你省下多少時間呢 你自己看一下 第一個 它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勾勾 這個畫面是直接從那個外掛的功能裡頭解決 你可以 它有十幾樣 十幾二十樣勾勾讓你選 你可以很輕易的天真這些勾勾在你的網站上 然後呢 你也可以很輕易的天真這些箭頭 然後呢 你也可以很輕易的天真這些數字 例如說好處一好處二這樣子 然後呢 你也可以很輕易的天真像這個 這個是見證的模板 或者是 管它看你要怎麼用 這個看起來就很漂亮 百分之百買一保證之類的 對 然後其實在這邊 就是這個頁面 它提供給你十幾種 的這種 模板 可以讓你直接套用 這是專門都製作銷售業用的 你可以拿來做說 這個其實是見證的 見證用的 讀者留下見證 你可以用這個模板 舉例來講 其中一種就是這種 這種我很喜歡 這個拿來做見證很漂亮 OK 然後呢 也不只這樣子 你也可以做出像這樣 這是購買 有沒有看到 Add to Card 是加入購物車 OK 這是訂購的模板 你可以很快就做出一個很專業 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它有一大堆 購買的表單 就是訂購的模板給你 十幾種 然後它有很多購買的按鈕給你選 雖然都是英文的啦 但是你 但是這些都是現成的 所以 那一個網站呢 它本身就提供給你 這麼多東西 就是 就是那一個外掛本身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購買的是專業版的 那我會送你 這些東西 也就是你網站上呢 會自動 你到時候登錄後台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那三款工具 都額外添加 我跟你講啊 就價格來講 那三款工具 你自己去國外買 第一個你還 不見得買得到 那除非你英文跟我一樣強 國外Shopping的經驗一堆 這樣子 我國外其實買過很多東西 然後你才能找到這種外掛 然後 而且這種外掛 也很難比較 通常都要買了 用了才知道 然後 第二個 重點是呢 你單單要買 那三款外掛 我給你保證 加起來 就要台幣五千塊 甚至以上 OK 所以單單成本 就不止五千塊 更何況 我還提供完整的教學 你一旦購買這個 我跟你講 你做出來的網頁各方面 就已經達到一個全新的層次 就是一個比較專業的層次 OK 這也是一般呢 呃 剛做網路行銷 網路賺錢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障礙 我也是我以前很大的障礙 因為我 不是美工人員 會不會設計圖片 所以你會看到 我才偏偏去找說 有沒有電子書封面製作軟體 我台灣轉送前第一站才去買 然後呢 有沒有這種外掛這種工具 通常這種工具都是我偷偷用 那你看起來會很專業 是因為我根本也沒有這種設計能力 所以我都是找現成的外掛 但是透過這一次的機會 我願意把我自己在使用的東西 直接分享給你 而且把完整的教學都給你 這個教學很多 很多 OK 所以呢 如果啊 你有興趣的話 那你需要提供給我什麼 你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你需要去購買網址 跟虛擬主機 這是我們這一次沒有提供的 因為我不是虛擬主機的提供商 但是我們有推薦給你 一個虛擬主機的供應商 如果你自己還沒有購買的話 然後呢 我們有提供完整的購買教學 跟註冊教學 OK 那最起碼 因為這是 百分之來都是你的網站嘛 所以你要你自己的虛擬主機 跟網址 這個網址你要想好 然後呢 在你購買之後呢 在教學 在會員專區裡頭呢 我們會教你 這個網站呢 你要怎麼去客製化 裡頭有一些東西 是你一定要改的 有一些是選擇性的 我們都有提供完整的教學 OK 然後如果你想要呢 呃 使用收集那個電子報 就是讓 讓讀者加入你的電子報 那你需要自己再去購買 OK get response 這套email行銷的軟體 也或者是電子報行銷的系統 OK 這個是你需要購買 因為你要購買這個東西 你才能夠開始收集名單 OK 所以呢 這個是一些基本的投資 然後呢 再來你需要做的 就是上面都買了 你就可以開始收集你的名單 開始收集你的電子報的訂戶 OK 然後呢 開始呢 你就可以撰寫評論文章了 然後呢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去導一些流量了 OK 那基本上 這個就是你需要做的 部分 好 所以啊 我們的價格是這樣算的 進階版啊 我是一萬起跳 這叫一萬起跳是呢 呃 每一個人 一購買 他價格啊 我購物車系統 是這樣設定的 呃 他價格會自貢調高 調高 一百塊 為什麼 因為這個進階版 我跟你講 你真的很 很客 很客觀去評估他的價值 他絕對不只一萬塊 絕對不只一萬塊 你知道 我跟你講 你現在去請網頁公司做 就是網頁設計公司做 然後你 然後你跟他講 你要做出一個 我提供這些功能的網站 我跟你講 他最起碼給你收三萬塊 因為 他們必須要 然後 他們又不是用Opress做的 然後你要 叫他們做出那麼專業的東西 我都 我跟你講 那很貴很貴很貴 所以呢 我這一次啊 其實這個價值 最起碼都是三萬塊以上的 所以呢 我這一次呢 只算你一萬塊起跳 所以我沒有辦法 一萬塊是我的底線 所以每一個人購買 就會自動漲一百塊 那五千塊的版本也是這樣子 每一個人購買呢 就會自動漲一百塊 那先買先贏嘛 就這樣子而已 OK 好 但是呢 我還給你一個超級優惠 我要免費送你 這個進階版 一萬塊的 評論站 只要 你成為他 轉售權第一站的終生會員 現在我們終生會員 是賣三萬塊 OK 如果你曾經呢 有想過 要成為我們的終生會員 現在是你絕無僅有的機會 這個 警線這一波喔 因為過去呢 我終生會員有過一些特價 在特價期間 獲得的 就沒有再贈送 因為 畢竟這個 是要 我們要請工程師 或我自己 親自替你安裝 你的網站 然後還替你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所以是需要花人力的 沒辦法免費的 提供給你 OK 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呢 你透過這一次 成為他 轉售權第一站的終生會員 我就免費送你一萬塊 的評論站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呢 你可以 直接的 使用 這個評論站 來開始 最起碼 你可以開始推廣 台灣轉售你第一站的產品 因為呢 終生會員是獲得 百分之百的推廣獎金的 所以基本上 本質上呢 就是 你的網站 就跟我的網站是一樣的 別人呢 反正 透過你的網站 來我的網站購買 你基本上 都百分之百的推廣獎金 這是我能夠想像到最好的優惠了 OK 所以基本上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那我要留下一點點時間來問答 然後也讓大家來看一下 呃 我特別為這一次活動製作的 銷售頁面 所以有更詳細的訊息啊 包含怎麼購買等等的 全部都在我現在 貼給你的這個頁面 所以大家到對話框來 這頁面呢 我有提供更詳細的說明 然後呢 呃 可以讓你 思考一下 但是呢 原則上就像我講 遊戲規則就是 每一個人購買 就是會 多一百塊 OK 那希望你把握這個時間 原則上就是 先買先贏啊 那 好所以呢 我今天的分享 原則上到這裡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這個idea 我 我 就是推薦評論站 你覺得 有道理嗎 還是 覺得收手 還是 還是對於我這次提供的 這個 價站的服務 有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 呃 你實際上 真的下去 呃 執行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網路 真的要在網路上賺錢 是需要投資的 但是有時候就是這樣子啦 你沒有決心真的 真的 真的 下去做 你沒有決心 然後真的 投資一些錢下去 因為他 畢竟是 是要投資的 就像購買網址 虛擬主機 然後還有 還有使用那個 電子報訂閱系統 這些都需要費用 但是如果你沒有使用這個費用 你不肯花這個費用 就不會有 就沒有開始 就這麼簡單 那我現在呢 就是替你解決晚站的部分 然後讓你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當然你日後如果對 Wordpress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後 你可以換掉 換掉這個評論帳的外殼啊 你可以把這部型主題給換掉 沒有問題 然後你可以在自己再添加上 你可以自己隨便亂改 但是我只是希望我 替你架好的晚站 等於 讓你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這樣子 所以呢 呃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 呃有問題 可以先打 然後那我 想想看 它有什麼要補充的 有 有 有交流量到Wordpress晚站的技巧嗎 呃 呃流量課程啊 它是屬於 無所不在行銷書的 呃課程的範圍 所以 呃到時候如果你要 呃 基本上是沒有送在這一波 因為那個是我 我是發無所不在行銷書 對 那 一般來講流量的來源啊 都 就是從youtube 我會接你設立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呢 裡頭上傳一些影片 就像我講喔 我們已經有附贈給你 把文字 直接 轉換成 影片的 工具的 OK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我 送你的文章 全部轉換成 影片 然後上傳到youtube頻道 然後就會拉近一些流量 對 但是 呃我教的流量課程其實 呃 如果你要 你要 你要免費的 呃 免費的流量的教學 有啊 我網站上就有了 台灣轉授權第一站 我現在貼連結給你 在聯盟行銷 的下面 有一個叫打廣告教學 對 所以我原則上已經有準備 以前已經有教過了 這個啊 是你沒有錢 你不想打付費廣告 你就從這個連結下去學 裡頭 裡頭阿鼓 免費晚站可以讓你學 OK OK 所以 呃 我先講一下 就是 如果 但是我在那個 無所不在行銷書裡頭的流量課程 是打比較便宜的廣告 因為我說實在話 呃 我台灣認識一個網路行銷 很知名的人物 他們 他其實也沒有在寫部落格 那他的流量其實 就來自於兩個 一個是 花錢打廣告 第二個是SEO 就是 讓人家自然搜尋 對啊 因為他排名很前面這樣子 OK 或者是第三個 跟人家合作 讓別人來推廣他的產品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真正的大師齁 真正厲害的人 國內外都一樣 流量都是用買的啦 都是合作來的 很少是靠自己創造出來的 我這樣講 呃 Garis Bounce 他一開始 他是月費的喔 因為像我自己繳 他會根據 根據 他有免費的 他免費可以 試用一個月 所以呢 你連結到 我的那個 網站去 我們有免費的 呃 一些基本教學 還有註冊教學 你可以先進去評估一下 那我有一些 基本的 導覽的教學 OK 所以呢 你一個月之後 每個月大概是 多少去 15塊美金吧 還是 就三四百塊 但是你可以收集到 1000個名單以內 等你收集到真的 用到1000個名單 我相信你已經有獲利了啦 說實在話 對 所以 你可能初期 一年可能要花到 三四千塊去 購買 Garis Bounce的服務 那 首會影片課程 目前 目前我說實在 我給你一個特價啦 只有這一波 啊 我 可是我只有 我原則上只有給 有購買這個基本款的一個客家 我現在的定價是已經賣到 五千一了 OK 那 但是呢 如果你有購買基本款的話 我可以算 我會給你一個大特價 算你三千塊 三千塊是 最便宜的 OK 那 但是 你購買之後 我會給你這個機會這樣子 對 因為現在首會影片其實蠻夯的 我是第一個教的 對不對 對大家如果有注意最近台灣網路行銷的發展 你會發現 有另外一個人 也有在提供教學 OK 原則上 就不講是誰了 好 呃 電話教學是沒有提供啦 就是 但是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Email Email問我 那我會 有需要我會錄影 給你這樣子 因為電話教學的話 算是一對一的諮詢 這個 在全台灣 沒有人會算你很便宜的價碼 你知道我現在 數學家叫死刑多少嗎 一個小時兩千塊 我 我教數學而已 所以 我不太 我現在還沒有提供網路行銷的一對一教學 對 所以這個 這個一般是不會提供啦 對 因為 一分錢一分貨 對 中生會員沒有辦法再免費獲得那個外掛 因為那個主要是外掛的授權的問題 我拿到的權利啊 不是轉授權 所以我沒有辦法免費放在轉授權網站裡頭買 所以呢我剛講的那三款外掛 我都沒有權限去買這個軟體 但是我只取得一個叫 他們國外叫Developer License Developer License就是設計師 專門給網路設計師 或網頁設計師的執照 他那個設計師的執照就是 你可以架網站 然後 然後你外掛可以安裝在那個網站上 然後可以拿來販賣網站 這就是我精確今天在做 你只有 透過買這個網站 你才會獲得這款外掛 換句話說 你也只能在這一個網站上 我賣給你這網站上使用這三款外掛 你沒有辦法 額外 跟我要 那三款外掛 然後安裝到其他的網站上 這個就是智慧財產權的 人家就是這樣規定的 那 設計師實照 基本上只有允許我 架好現成的網站 然後賣給你 那這也是讓你省 之所以能夠省大錢 這一次能夠省那麼多錢 因為我 跟你講真的 這三款外掛 你現在自己去買 最起碼花到十五千塊 跑不掉 更不用講 其中有一款 那個銷售業的 製作的外掛 已經買不到了 他絕版 對 買不到 對 而且他那個外掛 做出來的銷售業 是可以在手機上看到的 就是他已經是最新科技的 手機版 手機上看的都一清二楚 而且都可以在手機上播放 這樣子 好 教學的時間會是什麼時候 其實我所有的教學都已經錄好了 都已經錄好 發揮會員專區有 有將近二十 二十部的教學 原則上 依照我的教學功力 我自己本身是教 教數學 教很久 我 已經盡可能 錄得很詳細了 OK 那當然 因為每個人的程度 基礎不太一樣 如果你對我 呃 呃 Wordpress是新手 我也 第一則教學 也建議你先看一下 Wordpress的使用教學 所以你到時候到後台 你會 呃 會比較清楚 要怎麼操作 所以原則上呢 不管你的程度是怎樣 我都已經盡量錄了 那但是如果我發現 你有問題 你就直接 E-mail給我就可以了 呃 我留我的E-mail給大家 應該很多人知道我E-mail 然後你就問我 然後說哪一段看不懂 然後哪有問題 然後 我會是需要 要嘛 我可以直接回答 我直接回覆給你 要嘛 我就 我就那個 錄一支影片 如果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能是我遺漏了 大家可能都會有 或是我沒有錄清楚 我就會再新增影片 添加在這個會員專區 所以呢 這個 裡頭的影片 你是 無限期可以 重複觀看 沒有問題 OK 那但是呢 我要提醒你的是 這個本身的 呃 就是外掛 跟這個布景主題啊 我是只有提供 一年的免費的更新 換句話說 這一年 以來 如果這些工具 都有在升級 我都會免費的 再寄E-mail給你 就是我們 所以你到時候 記得購買之後 你要加入這個 顧客專屬的 電子報 因為我到時候 更新的訊息 從那邊 那但是 過了一年之後呢 我會再給大家 如果你 你還沒有換啦 你還沒有想說 你還覺得用的還OK的話 那 我會給大家一個 很便宜很便宜 可能一年 可能幾百塊台幣的那個 更新費用 因為所有的 呃 有一些 有一些人會 打一些噱頭說 就是晚站然後終身免費更新 可是我跟你講 實在話 這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長久 經營晚站的方 就是銷售的模式 因為 因為 人家持續有在更新這些外掛 那我手動 就像我手動發給大家 這些東西 都是要花時間的 那大家 給我一點點回饋 手續費 是應該的 OK 然後 到底全部買是多少錢 就只有兩款 就是 我現在就提供三種選擇 第一種是 你如果只是要買基本款的 呃 評論站 那就是五千塊起跳 那如果呢 是要買進階版的 進階版就是包含有銷售業啊 這些功能的 那就是一萬塊起跳 但是如果你今天 對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 終生會員 有興趣 OK 那我建議你到我的網站 先看一下 先到我的銷售業 好好評估一下 我不建議你急著買喔 OK 因為我們現在網站呢 已經有提供充分的訊息 給大家評估 所以現在網站 已經取消掉 退款的機制了 OK 所以我們都建議你 可以百分之百的 確定之後 再跟我們購買 或不想要 收一些 就是 其實會引起任何爭議 爭議的 我希望你是真的想買 那再買 那你決定 你要買 你要成為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終生會員 我就會送給你 一萬塊的那個網站 我會 到時候聽你加設 那 我們的銷售業裡頭 我一開始有付給你的連結 我全部 都有 跟你說 你到時候買了之後 你要執行的哪些動作 你要給我什麼訊息 這樣子 你要給我哪些資料 因為我們到時候 我們會請工程師 花時間 花人力 花心思 然後你有遇到任何問題 我們都要協助你去克服 然後幫你成功的把這個網站 架出來 這樣子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網頁設計 對 那轉售權的資訊 適不適合到大陸去推廣 那 答案是 我其實也評估了 其實大陸也有人在推轉售權 這是我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發現 但是呢 其實我比較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在大陸賣 第一個版權 很容易就被人家分享出去 除非你有能力去保護你的這個產品 可是我說實在話 再怎麼保護 內地的人 總是有辦法破解 所以我會建議你呢 你可以把 轉售權的東西 當成是一種 贈品 但是 或者是 例如說你去推某個大師的課程 然後你可以賺 他推廣獎金 五千塊 然後呢 你就把我轉售權 價值六千塊的產品送給他 之類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這樣玩的話 不然的話 你拿來賣 大概很少人會有意願 那很多人就會想辦法去破解 尤其是 你如果 保護的技術不夠的話 像我在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我保護的機制是還算做得蠻足夠的 所以到目前都還沒有被人家盜用 盜版這樣子 對 原則上我長期合作的對象 工程師主要一個 那一個已經夠搶了啦 因為我已經有 有 有錄製完整的教學 原則上呢 我們安裝啊 並不會太複雜 對 這個我已經盡量在 在後台這邊已經盡量把它簡化了 OK 所以 最主要是呢 如果你要快 我們一天內就可以幫你完成 但是你必須要提供 我們跟你講的那些資料給我們 如果你沒有提供 那所有的時間都會浪費在 跟你要這些訊息 懂嗎 速度 其實你只要正確資料提供給我們 在網頁上的資料你提供給我們 30分鐘內可能就搞定 很快啦 說實在話 對 就是都一樣 就是如果你本身 因為 因為 進階版的那個 晚站呢 我已經壓到最低了 所以呢我 之所以 建議大家來親自參加這場 線上演講 的目的就是 這一場 你現在 你現在來參加你就會獲得最低價 OK 就是一萬塊起跳 因為這個已經 壓到最低了啦 所以 還升級版這些外掛就是一萬塊起跳 如果你現在購買的話就是一萬塊 就是這麼簡單 那後面購買的人就是比較貴 所以 我可能還要再花一天的時間去把今天 錄影的東西 再 再整理一下 準備重播 然後呢 所以呢 今天 大家是第一個知道的人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趁現在 因為等我正式公開之後 我會開始去宣傳 我會開始 我也開始 會去打廣告 我會開始 動用一些網路行銷的資源 然後開始去 因為這 這一次的活動 這次的產品 是 整整 整整準備了 大概整整有半年吧 因為中間有卡了一些事情啊 像我的小baby出生的等等的 但是呢 花了不少時間現在準備 所以 這也算是我的一個測試啊 如果大家覺得這一次支持的話 其實以後 我還要考慮再做比較進階的 然後呢 也許可以提供大家升級 因為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進階版 並沒有提供商務的功能 我並沒有提供聯盟行銷的 功能 或者是購物車的功能 其實有些會員 希望有這個功能啊 我剛才也有推薦一個完美晚站 應該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不知道需求大概有多少 而且要教大家 要幫大家安裝 然後提供完整的會員晚站 購物車的教學 還有聯盟行銷外掛的教學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工程 在台灣也沒有人 真的 真的有在提供類似像這樣子的服務 所以我 我必須要先測試一下這個市場行情 就是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支持的話 大家也回饋給我 覺得有這個需求 說你想要你自己的商務 然後自己的聯盟行銷的完站 沒有問題 我就替大家加一個 OK 一切都是供給需求 決定 然後 然後教學 總共教學大家多久 哇 很難評估 因為 重點是 現有的教學 可以算得出來 那 再來就是 像很多 像Garis Bonds這些教學 還有這些外掛的教學 其實我都會再補充 有需要我就會再補充 那現有 沒有仔細算 最起碼大概十個小時吧 要心理準備慢慢看 但是呢 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你可能覺得說 啊我現在資金有限 光買這網站 資金就暫時 不夠了 好 那Garis Bonds買不下去了 那 那就 你先免費試用一個月評估看看嘛 就先不要買 那你就 先不用用到那個工具 所以 就是按照你的經濟狀況 然後 做網路行銷 一定要成立公司嗎 答案是 你遲早 會需要 像我現在做到這個程度 我公司還沒出來 但是我其實 遲早 我已經覺得 快快快受不了 就是 遲早要 因為 樹大招風啊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你開始 有銷售量 各方面 那就會有稅金的問題 所以 我為什麼這次台灣轉售權 第一站 要花整整 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去把聯盟行銷的制度 整個換新 就是換成說 到時候推廣了獎金 直接不透過我 然後直接 撥到你的PayPal帳號 的目的就是 我可以省下 稅這方面的麻煩 因為如果 是透過我 再發給你 我就要開扣角平單給你 可是我又不是公司 所以我沒辦法開扣角平單給你 這樣子就會有法律上的漏洞 但是現在呢 透過我們全新的這個 聯盟行銷的制度 搞了好久才弄出來 從此就不用擔心 發獎金的問題 因為一切就是透過PayPal PayPal全世界兩億多人在使用 大家都值得信賴可靠 所以以後再也不會有發獎金的問題 那我以後 即使弄公司 財務也只要一個人 因為他不需要處理大量的 因為如果 我們要先收錢再發給你 跟講就很麻煩 我就要要你的身份證 基本資料 那你每次領錢 我就要 然後到時候要給你扣角平單 哇 才不要 我寧可自己花兩三個月 把系統更新 然後 現在買 免費加商務功能嗎 但是我沒有辦法給你 做這種承諾Promise 因為 我不知道我到時候是不是真的會做 因為 就像我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很大的工程 會文網站 我原本的 台灣轉租權第一站 就是會文網站 加聯盟行銷 加購物車 那三個都是 那是由三個Wordpress的外掛構成的 對 那 所以那三個我其實蠻熟的 我以後 其實是有機會是要交 但是現在是以前 先賣網站的形式 先測試一下市場需求 如果到時候真的有需求 就是要看到時候有多少人 因為 我個人是覺得需求不會很大 是因為 在台灣目前 很少人擁有自己的 自己的產品 所以他根本也用不太到 那個 就是購物車的功能 可是等台灣可能 再過個幾年 大家都有開發自己的產品之後 就會有購物車的使用需求 或聯盟行銷的需求 所以我也是不敢 輕言 就是 不然我這一波 永遠準備不完 因為我已經準備太久了 真正準備好久 然後呢 為大家精挑細選這些功能 然後呢 非常有價值 然後要替大家錄很詳細的教學 所有細節都要兼顧到你是新手 然後 各方面 這其實已經耗費掉我很多心力了 OK 所以 呃 就是 先講到這樣子 然後 老師提供的轉售權產品 可以放在您架設的網頁中 或是任何網站都適用嗎 如果網站不是評論站 呃 對啊 當然可以啊 如果 如果我給你 談轉售權D站的 你的 產品 例如說你是忠生會員 那 大家要記得一個重點 因為最近有忠生會員問我 他想要自己有自己的購物車 他想要放在他自己的網站上賣 那請問一下我目前 台灣轉售權D站 商品有哪些可以放 答案不是全部 大概有一半 大概十一個產品 因為原則上 你去看我的產品 只要有寫轉售權 你就可以放心的放在你的網站上去賣 當然 因為像現在你的這個評論站 並沒有收款的機制 沒有辦法收人家PayPal信用卡的費用 所以你可以說你有在賣 OK 那如果願意買的人 可以用ATN匯款給我 那我會在手動寄E-mail 就是寄下載連結 或檔案下載連結給你 你目前也只能做到這樣子的程度 OK 所以沒有問題 你成為忠生會員之後 有轉售權的 有強調 產品上面有寫有轉售權的 你都可以放心的放在你的網站上賣 或是放在任何你網站上賣都OK 因為轉售權的含義就是 你買了就買斷了 那你要賣多少隨便你 對啊 也不是賣多少隨便你 不能亂講 就是我們有一個統一家這樣子 為什麼不可以收PayPal 因為評論站本身 並沒有設計這個功能 因為 能夠用PayPal收款 那個就是商務型的 那個就是要有購物車的 這個就是涉及到商 商務型網站 這個就是我講的大工程 所以這是我說的一般人 都還沒有自己的網站 所以我們才會設計 我們的聯盟行銷制度 懂我意思嗎 就是 這樣子你就可以 也不用再去煩惱說 你要加自己的購物網站 然後你上架 竟然也是我們聯盟行 竟然也是我們轉售權的產品 那如果你是中生會員 你已經獲得百分之百的推廣獎金 你幹嘛還把我們的 轉售權商品 上架到你自己的網站賣 你只要直接在你的網站上 透過你的推廣連結 然後連結到我們網站 人家顧客購買 然後我們替你處理所有的 售後服務 所有的問題 然後你賺你的推廣獎金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是為什麼 我會提供 我會提供 就是我會希望 這些中生會員 或者是大家推廣的人 可以把流量導進來我的網站 那當然對我 對大家都是雙贏 對我來講 流量是進來我的網站 但我的 對我的網站當然也有幫助 知名度也有幫助 但是對大家的好處別忘了 產品的收入服務 以上是很麻煩的 然後一大堆問題 然後如果你要放在你自己的網站上 你還要寫銷售頁 還要幹嘛的 就是麻煩一個字 但是如果你學到一定的程度 你遲早還是要克服這個障礙 說實在話 但是不會是現在我們這一波提供的 因為這個已經是很進階的主題了 對台灣也沒多少人在教這種東西 所以呢 呃 簡單講 除非你特別去學 PayPal本身有教學 或是你上網搜尋 如何用PayPal收款 然後呢 你就可以按照那個教學 然後呢 在PayPal裡頭設置一個購買的 購買的連結 因為我跟你講 我第一個 第一個我賣的家教的電子書 我就是只用PayPal本身的功能 然後架設出購買按鈕 所以這是做得到的 我現在那個網站兩年前架了 現在也還是用這種方式在收款 這是做得到的 只是我沒有提供教學 我那時候上網自己找 就是你就找PayPal付 如何用PayPal收款 的教學 那就不需要使用到任何Wordpress的外掛 你可以單獨就發一個PayPal的購買 這樣子OK吧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下去研究 不會很難啦 因為PayPal現在都是中文介面的 我那時候兩年前也是這樣子自己加出來的 所以呢 喔不小心時間 就 從一個小時 編到快兩個小時 目前 進階版沒有再贈送手會影片課程 但是你購買進階版 你如果要加購手會影片課程 我可以算你三千塊 OK 這個 你已經比一般人便宜兩千塊購買了 這個是我的 底線了 因為如果我要再加證 手會影片課程 我一定要把這個網站 的 低標啊 就是整個底線要整個拉高了 因為 因為這算是 這算全台灣第一次真的有網路行銷老師在賣 這樣子的網站 我跟一般的網頁設計公司是不一樣的 我也不是做網頁設計出身的 我純粹是從網路行銷觀點來做 那這種服務在國外叫DOWN FOR YOU DOWN FOR YOU的意思就是呢 我打給大家 DOWN FOR YOU呢 就是替你全部做到好 就把所有的產品一次給你 這是比 這是凌駕在轉售權之上的一種模式 因為轉售權是把產品做好給你 拿去賣 但是DOWN FOR YOU通常呢 這種一次全包的這種服務 給更多 OK 所以我這一次呢 是在測試 因為這種就是給懶人用的 就是你真的懶得學 然後真的覺得怎麼學 學不會 真的在網路行銷網路賺錢 摸了一年多 還是不知道怎麼加速 還是沒有那個 勇氣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樣加自己的網站 或者是網址不知道怎麼選 或者是定位 不知道怎麼定位 跟你講很多人 我就是觀察到 有不少人都卡在這個階段 所以我才決定來測試一下 這樣子的服務 這樣子的駕站服務 大家的接受度 OK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如果大家現在多支持 那日後 日後呢 當然 你們有 有購買的人 我都會想辦法再讓你們 有最優惠的 最便宜的價格 OK 所以還有嗎 有問題嗎 還需要另加八千塊 什麼意思 沒有啦 進階版就一萬塊 啊 起跳 那看你要在買什麼 如果你是成為終生會員 就是送你進階版 那如果 不管你是買基本版還是進階版 加購三千塊就是買首會影片課程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啊 喔 喔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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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是免費的 軟件是免費的 所有我剛剛給你看的那個軟件 都是已經放在那個網站裡頭 免費給你了 教學也是免費的 而且我額外還送你價值八千塊的正理 大家記得嗎 所以我這次給了很多 你不需要再額外去購買那些工具了 你如果是花一萬塊買進階版的 裡頭已經含有那三款工具 還有教學 我全部都付給你了 那 就是這三款 進階版這三款已經都內涵了 你不需要再額外購買 我只是在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真的要自己去買的話 你真的要花到五千塊 而且還沒教學 你還要找老半天找不到 那但是如果你買 進階版的話 全部都包在裡頭了 所以我才說這是很划算的 然後如果你是買基本版的 那就沒有包含這三種 但是呢 有包含 我列給大家的一些服務 哪些服務 這個 就這個啊 基本版的五千塊就是包含 呃 這幾個 然後呢 還有 兩個 兩個價值八千塊的贈品 所以光這個東西 光這個贈品就已經超過五千塊了 我是 盡量已經讓大家有物超所值的感覺了 而且這真的是物超所值 我跟你說實在話 我一直在為這個定價煩惱 這時候想想 要就打 因為第一次推出嘛 那 要就來個最便宜的 這市面上 我看到網頁設計最便宜的就五千塊 我跟他價碼一樣 但是整體的功能已經 淋價在他之上很多了 OK 你放心好了啦 如果你不太相信我 我換你自己去 網路上搜尋網頁設計公司 你看他們有沒有辦法 替你加出這種東西來 然後提供那麼多的東西 然後價碼還跟我一樣 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他們也不是做網路行銷的人 好所以呢 非常感謝大家 竟然到最後還有30個人左右 跟我撐到最後這樣子 非常感謝大家 如果還有問題 歡迎你私底下再來問我 或者是呢 怎麼報名 好 我再貼一次喔 我再貼一次購買連結給大家 那因為這個是蠻衝觸做出來的 所以呢 我會在日後再補充更詳細的訊息 OK 這個就是我們 大家記得先開啟啊 你有興趣的人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購買連結 那如果你要用ATM匯款也可以 我的帳號資訊全部都在上投 那如果你是今天或明天這兩天購買的人 我上面是寫基本款是會500500啦 你基本上會5000塊就可以了 進階版會1萬塊就可以了 因為我是擔心再過個幾天 買人超過5個人 就很快就長到長到那麼高了 OK 我本來今天要秀我女兒的照片 但剛才也過來了 還沒機會秀給大家看 女兒才3個月大而已 很可愛 我老婆把她抱走了 我們等一下要出去 所以 時間也差不多了 非常感謝大家 啊以後有機會再PO一些那個啦 PO一些我那個 我女兒的照片這樣 他真的很有生命力 我還特別用網路行銷的概念 已經替他成立一個專屬的網站 專門的YouTube頻道 專門的Facebook粉絲頁 就知道我多用心 因為我覺得他以後是有 是有明星像這樣子 OK所以 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呢如果你有興趣呢 就歡迎再到這個報名的頁面 好好的去評估思考一下 OK 然後呢讓你決定 有任何問題都寫信給我 OK 那如果你有付款上的問題 呃或者是 付款之後 呃有任何trouble出現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有啦 但是然後要回去注意你的信箱 我們會有 電子報還有你帳號登錄的訊息 全部都寫在裡頭 啊但是如果你有出任何trouble 記得 跟我講 啊一旦你購買 我們會盡快 當然你要提供你的 那個 我們要求的訊息給我們 那我們盡快把你安裝 OK 好 感謝大家 今天的聆聽 所以 呃 沒事啦齁 那我就 今天演講到這了 不小心一下給他演場了 OK 所以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啦 那我先下線啦 好 拜拜啦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 下次我可能 呃有機會會再辦 因為我近期還有一個很大的計畫 這個 這個真的是會 嘶 還是先不要講好了 這個是大計畫 我就一直要等著 因為我的規劃都是 一波接著一波的 所以呢 今天這個評論戰呢 大家購買之後 以後都已經用得著 因為我 未來的計畫 我會包含就是 都適用在你這個評論戰裡頭 OK 所以 大家拭目以待吧 OK 因為轉售權的更新已經到一個階段了 OK 所以接下來我要邁向另外一個更大的目標 對 那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好 拜拜大家 さよなら say goodbye 拜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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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